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郭润发和林子祥都碰巧没档期出演老大一决 与此同时 张国荣主动要求出演老二 他想挑战这个有限娘娘腔的角色 因此在无决可选的情况下 黄百明决定自己来出演老大 之后他要去找了新爷出演老三一决 当时周星驰在香港演艺圈爆红后 片酬一度超过了200万港元 黄百明去找他时 夜行之肚明要花大钱了 没想到周星驰兼黄百明主动邀请自己出演电影 竟坐底起价要800万片酬 一听到他的报价后 黄百明也惊呆了 新爷如此狮子大开口 黄百明本想直接拒绝 但他考虑到周星驰有强大的票房号召力 而且在自己心中遭遇认定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因此黄百明只能硬着头皮 答应了新爷800万的片酬要求 不过与真子丹一亿的片酬相比 周星驰的800万简直就是小无间大巫 当年 真子丹的名气远不如与成龙 李连杰等一众武打巨星 因此没有多少满意的剧本让他挑 巧合的是黄百明当时正在为武打电影夜问选角 而他的公司无法负担成龙等武打巨星的高片酬 因此便决定找真子丹出演 当时的真子丹也只能说是小有名气 所以片酬不敢开得太高 两人第一次合作时 真子丹的片酬竟只要了300万 两人合作期间 真子丹表现出了演员该有的敬业精神 他凭借认真严谨的工作态度 还原了夜问的各种武打动作 从而打动了黄百明 之后电影夜问的票房大卖 真子丹才开始真正爆红 成为受欢迎的武打影星 Z作为一个对市场敏锐的电影人 黄百明迅速嗅到了商机 他觉得夜问可以拍第二部 第三部 甚至第四部 于是他趁机抓住热度 很快又推出了夜问第二部 第三部 真子丹的片酬也开始水涨船高 从300万一度涨到了5000万 黄百明认为只有真子丹才能诠释出夜问的总是风范 再加上他的名气为票房带来的号召力 所以拍摄夜问四十 黄百明仍旧找真子丹出演夜问一角 不料四十的真子丹却开出了1亿元的片酬要求 并提出还要票房分红 综合真子丹的市场价之后 黄百明认为这个完全值这个价 于是爽快地答应了 最终夜问四果然再度爆火 让黄百明和真子丹都大赚了一笔 足见他的大局观 回顾黄百明的前半生 1966年高中毕业后 他在家人的影见下进入澳门绿村广播电台工作 最初他只是从事编辑岗位 三年后他又跨界到香港一个话剧社 尝试担任编剧演员及导演 正式进入香港演艺圈 实际上从年少时期开始 黄百明就热衷于文艺工作 当时他接触到了大量的话剧表演 几乎一天到晚都在出演话剧 在演艺圈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后 黄百明通过合资 创办了新一程影业有限公司 此后他的影片公司出品的最佳拍档 开心鬼点电影 在香港影坛取得了娇人的票房成绩 并在香港金像奖中掌握了不少奖项 其中开心鬼是他自导自演的 后来这部电影还被称为 香港鬼片的经典之作 从此黄百明创办的新一程 与邵氏家合形成三分天下的局面 除了擅长写剧本和演戏 黄百明还善于挖掘有前置的演员 例如周润发 他在没有成为大腕之前 一度被媒体称为票房毒药 但黄百明偏偏不信这个鞋 他认为周润发的演技还是可圈可点的 于是在拍摄电影《英雄本色》时 还邀请周润发出演 事实证明黄百明的眼光从未出错 电影《英雄本色》上映后 周润发饰演的小马哥受到了观众的热碰 更重要的是 该电影也成为了当年的票房冠军 刷新了香港电影的票房记录 《英雄本色》不仅给黄百明 带来了巨大的票房收益 也证明了周润发的实力 黄百明不仅捧红了周润发 还挖掘了Beyond中的黄家剧 他的电影公司除了经营影视业务之外 旗下还有一家新一宝唱片公司 上个世纪80年代的香港 张国荣还是新一宝唱片公司的艺人 虽说Beyond的歌曲如今红遍大江南北 可在当时与重量级歌手张国荣 许冠杰等人相比 不过是一知名不见经传的地下乐队 后来Beyond与新一宝签约 黄家剧创作了《真的爱你大地》等 乐于歌曲后 迅速奠定了他在乐坛的重要地位 为了让Beyond能够多元化发展 黄百明便开始带领他们进军影视界 随后Beyond的乐队成员出演了贺岁片 鸡心拱照 开心鬼就开心鬼 都获得了很好的凡响 由此可见黄百明做了每一个决定 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他并不是人煞浅多 名利双收的黄百明 无论是做人还是对待家庭 都能守得住底线 不被身边的阴阴厌厌所迷惑 1970年他认识了现任妻子徐文娟 不久后两人就结婚了 婚后妻子为黄百明生下一儿一女 但本该过上幸福生活的一家四口 却突然迎来了沉重的打击 原来妻子徐文娟在一次体检中 查出患了卵巢癌 黄百明得知后 一直悬着一颗心 又是焦虑又是害怕 得知这种癌症的危险性后 他当即做了一个决定 那就是暂时退出演艺圈 将众席转移到家庭中 在妻子徐文娟患病那段时间里 黄百明亲自给他喂饭喂药 照料起妻子的起居日常 其实他之所以这样做 一方面是给妻子安全感 另一方面则是弥补对家庭的疏忽 因为黄百明发现在过去的那段时间里 自己一直忙于演艺圈的工作 家庭全告妻子徐文娟在照顾 自己对他的关心也不够 再加上卵巢癌不是短时间内就能治愈的 所以他必须空出时间来 也许有了爱的灌溉 妻子徐文娟的病情逐渐得到了好转 经过黄百明15年的悉心照顾 妻子最终抗癌成功 得以健康生活 为了记录这段艰难的抗癌经历 黄百明还写下了 《绝处求生》这本书 不少人读过《绝处求生》后 都被黄百明夫妻俩的感情打动了 并称赞她是一个对家庭不离不弃的好丈夫 2019年 妻子徐文娟 罕见上节目感谢丈夫的付出 现场妻子讲述黄百明陪伴自己 抗癌发生了变化 从精神小伙变成沧桑大叔 这些她都看在眼里 对丈夫除了感恩就是感恩 如果不是黄百明在身边陪伴 鼓励自己早就没有命了 徐文娟大胆送给丈夫一个吻 黄百明也送给爱人 一条从未舍得买的橙色为敬 节目播出后 两人的事迹感动了很多的观众和网友 称两人是一个年代的传奇 认识黄百明的人都知道 她不只对家人重情重义 对曾经帮助过她的朋友 也始终心怀感恩 黄百明在香港影坛发展多年 合作过影星无数 可真正让她欣赏的人只有张国荣 当年黄百明的电影夜半歌声准备开拍 还却一位男影员 张国荣便推荐了古天乐 不料TVB不放人 哥哥就帮黄百明请了黄磊来出演 因此黄百明十分感激她 加油喜事周 张国荣又出演 当时他念在黄百明曾经放自己去拍摄霸王别姬的份上 表示片酬按友情嫁给就行 后来加油喜事拍续集时 黄百明不想继续占张国荣的便宜 于是通过各种控制成本 再次请来了开出天价片酬的周星驰 而张国荣不知道从哪儿听来的消息 在加油喜事续集开拍当天 亲自打电话给黄百明 表示自己要免费客串电影 黄百明听后感到很不好意思 大赞张国荣又情又义 由此可见 黄百明和张国荣的合作很有默契 都深知对方对自己的好 也时刻铭记在心中 并在对方最需要的时候 适时伸出援助之手 如今已经年与古稀的黄百明 已经升格当爷爷和外公了 过上了寒衣弄孙的生活 他依旧活跃于台前幕后 今年播出的电视剧《反弹风暴5》 正是由他兼职的 黄百明热衷于慈善事业 生活低调 湖北抗击疫情的时候 自愿捐款500万 记得当时很多明星炫耀自己 黄百明一直默默做自己 2020年 黄百明被朋友邀请参加生日宴会 由于退不掉 就应付了一场夜店的活动 酒吧内 他全程低调 即便身边美女如云 也不为所动 一些网红 见到黄百明后 只是上前合影 随后各自离开 一位女孩 在他的耳边说话 黄百明会下意识地 做出绅士的动作 另外 黄百明特别注重养生 2021年初 在社交平台发布健身照片 手上的肌肉线条十分明显 他把双脚放在桌子上 双手支撑地面做服务称 接连做了几十个身体 丝毫没受影响 4月 黄百明又晒出一段视频 他和昔日好友袁杰杨 久违同框 距离两人合作已经30年 如今 合体 实属不易 现场他们合唱电影 开心鬼放暑假中的插曲 瞬间勾起了大家的回忆 仿佛当年的画面就在眼前 但有网友唏嘘 美女也老了 作为香港资深的制片人 艺人 黄百明见证了香港电影的黄金期 期间 他也奉献出了大量的优秀影片 他的喜剧片可以说是香港电影的一个缩影 值得让人钦佩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聊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浪漫的视频 就请多的订阅和关注 我会持续为你带来更多明星背后的故事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